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四個月十六個禮拜賽南島新聞 後禮拜就是努動制度 關於今天是特別的南島市 先來表擁100個各項國企業的某個項目 親身高中來包括將政的管長林明珍表示 雖然他們都是平衡的受人物 不過都是我們台灣經濟的課程 最最重要的一份主 因為有他們的辛苦付出和供應 我們的生業這位黨越來越好 100個月的模範漏工 在各項國業的記載努力工作 超前南大館的活動 這份努力不堅定 各位不要用多黨跟他們打打鼓勵 這個模範漏工 年會最大69歲的昂東南 中宿品種業的服務超過15年 對著時代的變化 還跟國外來交流技術 挑戰通的品種技術做改善 另外中宿來臨工在臨打鼓勵 雖然眼睛看不見 但是沒有他們家來失去 等到偶手下 都在來刺激 開到最項目的重心 我們眼睛沒有發現 我們的手的觸摸 感覺比別人都比較好 不然那些膝蓋就對了 對喔 人生裡面可以在這裡 這種感覺很幸運 為甚麼 我們在屏障最快來說 可以替我們客人 社會服務 可以讓我們自己 覺得我們覺得很困難 我也是對我們的勞工做一個肯定 我想台灣有今天的經濟奇蹟 還是要感謝我們這些勞工在底層默默的付出跟打拼 才能夠奠定這樣的一個繁榮跟榮景 我們的管政府表示 他們當時每一位勞工朋友 都在保障大家的款頁和福利 包括他們在這麼大討論的益利益修 也都在配合民眾的訴求 站在族風、路風和社會者三天在中 造成最適合的方向 有像勞動部建議 就是彈性假日我們一個月來做規定 一個月你至少一定要修四天 那麼加班會我們就希望勞動部能夠 在六月整個輔導期過了之後 希望我們勞動部也能夠這一個命令解釋 或是要怎麼修法都可以 就是加班就是用1.5倍來計算就好 主動部會防省小姐 在家中推動路工漢業 也有路是各種進出以外 希望來搭著優勝安全的工作環境 關乎希望老闆和路工朋友 作為自己生活的所在來努力 記者 倫敏心 蔡宏寶都